美国的牛头怪火箭是一枚剥了皮才能够上天的火箭 不信请看它发射式的画面 慢动作更清晰 在发射的一瞬间 原本包裹着第一级火箭的橘黄色织物层材料 被一拉而下像极了剥掉的香蕉皮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层香蕉皮是为了给火箭保温的 牛头怪系列火箭全都是废物利用 一型和二型改装自民兵洲际弹道导弹 三四五型改装自和平卫士洲际弹道导弹 所以全部都是固体燃料火箭 按理来说对保存条件的要求并不是很苛刻 再不苛刻也是有要求的 原本的导弹系统是被设计来 部署在具有温度和环境控制的发射井里面的 而你现在要把它移到户外去发射 当然就要尽可能的模拟一下温暖的发射井了 否则发动机的参数是会发生变化的 对于固体火箭而言 温度越高 燃料的反应速率就会越快 于是你就得到了一枚推力变大 但工作时间变短的火箭了 我们下期再见